最后这2C,2C的话这边有提示 他说要在这个当中选择管理学院的统计学系 语的话就是两个都要 资讯管理学系,这两个就按Ctrl键,管理学院这个跟这个 并且选出提名里面包含这个Network,或者是模式,两个字串的资料 所以他给几个条件 管理学院的这个和这个 这两个都要 在提名栏位 输入这两个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先找一下管理学院,所以我们先 把刚刚做完的那个筛选,记得如果你有按就把它清除掉 然后先点一下那个管理学院 再点选那个统计跟 资讯,记得两个都要,所以先点 统计 然后再按一下Ctrl键,再去点资讯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出来的资料应该就会是管理学院里面的这两个 这两个系 的相关资料 如果不是的话,那表示你应该选错了 应该没错 那 接下来就是看到提名,提名的话实际上就是 应该是他的书名吧 书名 或者是应该资料的名称,所以他给一个叫提名 然后要筛选什么呢,所以这边有没有根据这个 提名栏位包含这个跟这个两个字包含 这个跟这个 那怎么做 一找到提名栏位 那如果你要查的话,记得在旁边有个箭头 点击之后的话,你找到文字筛选 里面就有个包含 关键地方在这边 包含的话就是下关键字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这个资料里面 有什么样的关键字 里面帮我找一下 包含,所以点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要Network 所以打一个Network 印象中这个好像没有区分大小写 OK,所以你问你打 这个第一个字没有大写 不过今天还是跟他一样 然后呢 或者是有没有,他有 end嘛,这个写是end 或的话或 或什么呢 或模式 是不是 我看一下 或没错 所以 模式 所以底下这个的话,就是先选或 然后再或包含 这边记得要包含 然后再打上那个叫做 模式 所以等于是说他要找两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叫Network 第二个关键叫模式 反正只要有这一个就出现 只要这个也出现 两个哦 你不能end end是两个都要同时有的 那可能会找不到 OK,或 你不要选出,按确定看看 如果出现的话呢 有Network 可能跟模式的话 那恭喜你表是对的 看一下 应该是没错 这个Network 它是小写 所以理论上 在那个 筛选 是 没有区分大的小写 但是有一些 程式是有区分大的 你肯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有 这个是Network 可是它是 后面有一滴啦 不过它还是出现 因为只要有 它的那个资料里面有这个关键字 然后这个模式也出现 这个模式 但这里面没有 Network 所以意思一定要 或 如果你刚刚选错 用end 跟各位讲 结果 一定就不对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 第2C的部分 OK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 待会再来看 所以下一个工作表 图书资料 一杠年份 它说要移除样式 并且转换为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 切过来看一下 因为它好像就是一个 刚刚有看到 其实只要有这个颜色 理论上它就是一个 表格 表格还记得吧 这边有一个叫表格 我们刚刚是从这边 那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还原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刚刚是加 可是它要我们怎么样 把它转换回来 转换为什么呢 不要有 那个样式 就把它清干净就对了 那一样很简单 你如果不选的话 你可以找到上面有个表格 就油标放这个范围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会有个表格设计 表格设计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清干净的话 其实 可以从 这边有个箭头 点击进去 你应该可以看到 刚刚是 加上去12这个 然后12这个 那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这边不是有个清除 不过我不确定说是不是要把它选起来 如果不选的话 会不会清呢 试试看好了 可以清 但是它只有清一半 上面还留下 所以Ctrl Z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把它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 再把它做清除的动作 OK 清掉之后的话呢 再来 转换为范围 转换为范围之后在哪里呢 这边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现在是一个表格 那其实表格在以前有一个资料表 我如果把它改成原来的阳春状态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转换为范围 它就不具备有表格的功能 所以把它转换回来就可以了 OK 他问你说是不是要改成一般的 是 所以按是就OK了 好 不过它颜色好像没拿掉 这个没有拿 诶 它题目是不是 我看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拿掉 它移除样式 所以是不是先 把它移除 这个选起来 表格 那如果要移除的话 它好像是不是有一个 没有样式的选项 这边没有看到 没有样式的 OK 反正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 这个部分 先完成 把刚刚的2C 完成之后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